你是在平行宇宙裡面嗎 你現在把責任又往別人推往 你還是要閉著眼睛就是否認嗎 你又在念廣告詞嗎 又是獨島 全部都是話術治國 哇 我們以後國會的質詢要從正常的質詢降 接降到幼兒園的程度啊 你連念都念錯啊 Meta同意說 誰要詢問母公司是詢問什麼部分 這多久會有一個結果 好喔 因為剛剛其實有委員關心到說 社群冒用名人詐騙投資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最近自己也被拿來作為這個投資詐騙的工具 把我的這個照片啊 在各個臉書網頁推播 然後甚至還買廣告 然後請大家加入投資理財社團 那連立委他們都敢這樣子這麼囂張了 那包括說你看在YouTube上 沈春華還被拿來這個作為樣板 然後推播廣告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大家已經是無法容忍了啦 那這麼長久以來金管會的作為是什麼 那最近金管會說有邀集Meta Google 去了解說他們後續如何打仗 因為昨天我有問陳建仁院長 那包括內政部長林又昌之前說要實名制 就這部分目前我們到底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我們那天開會主要是說 讓這些Meta跟Google如果他有 就是配合主管機關的需求 可以把有一些東西去做下架 因為第一時間這些人還買贊助 你可以看到旁邊還有贊助 也就是說他用我們的名義去買廣告 然後去推播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顯然Meta已經成為這個 詐騙集團的一個幫兇了 他提供這樣子的平台還接受了審核 然後讓這些不實的廣告 詐騙的廣告可以上架可以推播 那難道Meta不用負責任嗎 同樣的Google也是不能說只收錢 然後不用負任何的管理責任 更何況他們在這些廣告刊登之前 都還有審核 尤其是我們政治人物如果要買廣告的話 在Meta上還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核 怎麼詐騙集團買廣告 可以輕輕鬆鬆 有審核跟沒審核一樣 所以在這個部分 到底這些平台的責任在哪裡 誰來負責去監督 那平台金管會主要是負責監理金融機構 那如果像這樣的平台的話 所以現在金管會就是要匯集經濟部 術發部還有警政署 針對這個平台所衍生的 從過去到現在的這種一夜市詐騙的問題 投資詐騙的問題 去好好的去做一個通盤的解決嘛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Meta同意說 要詢問母公司是詢問什麼部分 他要詢問母公司就是說 他可不可以直接來下架 就是他們整個的政策是怎麼樣 這多久會有一個結果 那我們局長來補充一下 先不要問說他有沒有詢問母公司 何時可以下架 光是他在審核的過程中就沒有責任嗎 他如何審核讓這樣子的一個不實廣告 可以去刊登 跟委員報告 因為像剛剛講的那個Google跟Mega 其實他們有所謂的 如果花些異常的話 他們有一個通報單字 那填完那個通報單字 他們會去處理 他告訴我們說他希望在 最遲到24小時 他要做處理下架動作 那自己審查過程中 他們有訂了他們類似SOP的概念 將來他們去審查 那因為我們後面還會再跟他繼續討論說 很多細節需要我們 因為現在這個投資詐騙的群組 從這個臉書上到LINE的社群 到很多的這些私人的這些通訊軟體等等 都有類似這樣的投資詐騙群組 已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猖獗 那甚至很多的網頁 它的網站是架在國外 所以導致很多的受騙者其實也是求償無門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政府部門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新型態投資詐騙的手法跟型態 能夠有一個具體解決的方法 因為我其實在去年 我就已經提到那個詐騙的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我們看到詐騙的形式有多種 一種就是因為你要求職的關係 清朴寨也好 這個柬埔寨也好 那些的詐騙 但另外一種是網路上面的詐騙 用投資型的詐騙 我在去年的時候就聽到 尤其是銀髮族還有青壯族 他們常常因為網路上面的詐騙 然後受傷 然後還有銀髮族常常就是禮專 為什麼民間有講說 我這樣講可能不太好 可是是民間 民間有這樣的疑慮 就是說你給他一個執照 可是他執照 他對於銀髮族 因為銀髮族常常年紀大的人很sweet 對不對 所以你三天兩頭的去拜訪他一下 問安一下 然後你講的所有的話 他通通都聽 我們看到很多的銀髮族 他其實都受害了 所以我們從去年問到今年為止 我們看到詐騙的投資案子 越來越多 還包括了就是說 這個房貸的房屋 拿去抵押貸款之後 然後去投資 然後全部現在都變成 整個投資都沒有 所以這些會造成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從去年質詢到今天 我想請問一下金管會做了什麼 為什麼情況沒有減輕反而加重 報告委員 那這個詐騙是大家所關心的 那我們也是有跟各部會的來合作 那我們實際做的話 是有督促銀行 如果說跟銀行有 金融機構有 但是顯然你督促的結果不髒 就是除了他不但沒有減少 他反而增加之外 他的詐騙的類型更高 所以我現在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主管機關 是不是每一次當別人提出來問題 本來是你應該自己做規劃的 那你沒有做規劃呢 當別人提出來的之後 民意代表提出來之後 然後你們做的事情只要去交代 然後事後就跟你們無關嗎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 那你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那我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也有成立一些 色詐的專區 然後剛剛有說 多數金融機構 那我報告一個實際的數據 那就是在過去的六年裡面 有效是防止民眾受騙的 有一萬八千件 那那個金額是大概達到 84.5億元 這個是避免財產損失的部分 那如果就最近去年 沒有爆發出來的呢 沒有爆發出來 因為我們受到陳情的案件 我們受到陳情案件就是持續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 這個冒用名人的 冒用冒名的詐騙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這麼多嗎 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還提醒過主委 因為連黃主委的這個名字 都被用在網路上面詐騙 那結果呢 我們看到你金管會 處理的結果 居然是說 黃主委的 就拿掉了 其他的這些的名人 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人都要再透過 任何的管道出來 表示說 這個不是他的 每一個人都要出來 這些的東西 主管機關不管嗎 是那針對這個議題 那金管會呢 近期是有邀請 Google跟Meta 然後跟訴發部 通傳會公平會等單位 我們有召開一個是 網路社群媒體金融 投資廣告資訊管理機制的討論會 那會再透過這個機制 那如果說有 如果他們有發現的話 我們也會及時跟那個 誰有發現 副主委 這些我已經貼出來給你看了 每一個名人在被冒名的時候 他透過他所有的管道 他都出來告訴你 這些都是假的 你怎麼還會有如果呢 你沒有活在我們的現實生活裡面嗎 你是在平行宇宙裡面嗎 不是 是說我們主管的 那為什麼我請問一下 Google跟Meta他自己 好我請問一下 你現在把責任又往別人推 我們看到行政單位 每一次責任都往外推 可是我們看到的 實際上面的情形 那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黃主委的可以下架 其他的人不行 什麼原因 為什麼只有黃主委的下架 其他人通通還是繼續在上面 是什麼原因 應該其他人也有下架的 不會只有黃主委的 我現在看到的只有黃主委啊 你說其他的應該不會 我現在就舉了這麼多的例給你看 你還是要閉著眼睛就是否認嗎 現在除了你要知道 名人被冒名的情況之下 他是還要去警察局耶 啊 是 副主委你是完全不關心這個事情 你今天是第一 當然當然 你是今天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情嗎 今天是你第一次聽到嗎 因為我看你的幕僚還要一直遞條子給你 這是多嚴重的 不是那你以前怎麼處理呢 就是說我們主要是督導金融機構 那你又在念廣告詞嗎 你這你不覺得你那個很老套 別人在問你說你現在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醒 然後茂名詐騙的情形發生這麼嚴重 這一些的人被茂名的都非常非常的苦悶 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夠解決 然後你的行政單位就說 哦我們找了Google找了Meta來 我們跟他宣導什麼東西 你宣導管用嗎 剛才前面講的理專 我實在不願意講這個民間的這個形容詞 但是因為那個也很傷人 為什麼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理專都是這個樣子的 對不對 那你行政單位作為一個行政單位 你做了什麼事情 我另外請教法務部 法務部這個詐欺的案子你不處理嗎 你還要請到被害人 被害人跟你跟你跟你提起你才處理嗎 法務部 是委員好 向委員報告 那我們法務部這個針對 針對問題就好 不用講一大串的 因為我們有時間的限制 好不好你處理了沒有 有還是沒有 你怎麼處理 法務部好分兩方面 一方面是督導高檢署 積極推動打散 又是督導 我們剛才從金管會到法務部 全部都是話術治國 全部都是用嘴巴講 現在已經累積了這麼多的案子 兩位跟我講 這麼多的案子 你多久之內把它處理掉 多久之內處理掉 嗯 報告委員 多久之內就好了 因為只把機關是檢查機關 那法務部是行政機關 所以法務部是只有行政機關 你不處理 我們是行政機關 你只是要求而已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我要請教金管會 就是我們看到商總 商總這次其實已經打先鋒了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政府部門 金管會我們對於我們的金融機構 我們對於我們台商的 在大陸的融資 我們對於金融的保障 零零種種的東西 我們金管會做了什麼樣的一個準備 對 那對於詐騙的案子 我們剛前面提到的是台灣的部分 但詐騙有時候是跨 兩岸之間也是有 我們看到很多的情形呢 也有牽涉到對岸的 那這個部分 金管會做了什麼樣的準備的動作 也不知道 就是說 原來有一些 等一下 我再換簡單一點 我把它從這個高中生的問題 回到小學生的問題 你有沒有打算跟對方對岸協調 為我們台商爭取權益 有還是沒有 這要看我們那個管道是怎麼樣 我可能還要 所以你要高高的在上 等到人家來求你 是不是這樣子 好我們再問下一個問題 現在都不及格了 好我們下一個問題 新南向因為時間的關係 新南向政策 現在我們是發現新南向有問題 是不是 並不是 不是 好那你知道那個央行的臉書 他上面講金融監督者 那可不就是金管會嗎 金融監督者呢 就像在打地鼠遊戲一樣 問題發生了 就把咚敲回去裡面 今天跟你的回答 其實是蠻類似的 這個不是我講的 你要知道 這句話其實不是我講的 那我要問了一下 你21號進行銀行壓力測試 結果是怎麼樣子 那個只是一個情景 結果是怎麼樣子 還沒有那麼快 那21號做壓力測試 結果還不知道 你知道新南向測試 銀行壓力測試 做哪一些知道吧 副主委 你知道壓力測試做什麼 因為他要4月底的時候 才要做回報 沒關係 那我問你呢 你知不知道壓力測試做什麼 當然就是說 什麼 比如說把那個新南向的地方的國家的 如果說他的經濟成長率呢 變成複數 或是複數擴大的話 還不錯啦 到底你是央行出來的嗎 所以還好還好 只要跟你相關的至少 至少還好一點 那我另外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金融商品的 這個問題啦 延伸性金融商品 我們剛剛牽涉到這個李專嘛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瑞信 瑞信 跟Deutsch Bank 德意志銀行 我們在國際間上面來講 它有分等級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到分等級 這個應該我問你的 是你比較熟悉的這個領域啦 所以你不要 到時候又答不出來 我們想請問你的就是說 你這些的銀行 在我們投影片上面都告訴你了 就是等級12345 對不對 現在當然沒有對不對 這個 第三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法國也好 它其實也是大規模的 這個去這個搜索嘛 它是說牽涉到這個稅務的這個問題 但是任何的情況都會增加 它的財務的負擔對不對 那我要請教的說 這些的訊息 金管會到今天為止掌掌控了沒有 呃 應該 有沒有掌控 有有有 就是說 您所列的這個是 沒關係 全球系的動要系統系銀行 對 你讓我問我要的問題嘛 好吧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已經掌控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非常好 那接下來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掌控的這些的問題 對我們台灣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些很多都是我們常常 比如HSBC啦 Citibank啦 BOA啦等等的這些的情形 這些的問題如果發生的時候 它對台灣的影響是怎麼樣 然後財政部部長 你也可以準備一下 因為宮古銀行也牽涉在裡面 你不要坐在旁邊跟你無關 你不要坐在旁邊跟你無關 來 副主委 蘭 הא� armes 莉瑞 cultastan 哇我們以後 國會的質詢 要從正常的質詢 降接降到幼兒園的程度啊 沒有 我們其實對於這些事情 我們對於供股 你現在掌控的情形 對台灣的影響是怎麼樣子 對我們供股事業 大概 直接iffic都只有153萬台幣啊 只有153萬臺幣 新臺幣 那旧的部分是 全部的公伍银行只有153万台币 直接曝险的 但是在美国地区的整个曝险金额是 你连念都念错 我建议你这样子 我建议你这样子 部长 那个我不要让你在大家面前出求 我建议你这样子 给我正确的答案 正确答案比较重要 那同样的金管会的部分 真的拜托一下 把正确的讯息给我 然后官样的文章 我觉得就省略了 因为我们讲究做时事 可以吗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啊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 给大家看看